4月21日,第十三届北京国际电影节上出现了射死的一幕。 陈凯歌和张子怡站在一起准备合照时,陈凯歌突然推开张子怡,让张宋文站在身边。 被推开的张子怡有点措手不及,下意识地翻了个白眼,深呼吸几秒,控制住表情管理,内心非常不爽。 陈凯歌一只手插兜,一只手搭在张宋文肩膀上聊天,像极了上级与下属的关系。 陈凯歌插兜的姿势,也被网友解读为高高在上,撕开了娱乐圈的事态炎凉。 如果张宋文还是那个小演员,大导演陈凯歌还会对他另眼相看吗? 要知道陈凯歌是出了名的傲娇,对人对作品都是如此。 当年陈凯歌带着新电影去宣传,处处茅庐的柳妍负责采访,柳妍提了一个问题就让陈凯歌炸了锅。 柳妍问如果票房不好会怎样?陈凯歌气得霸露,并且在后台到处找柳妍,要她给个说法。 陈凯歌气氛的点在于他是电影如自己的孩子,主持人问他票房不离乡怎么办,相当于问他孩子夭折了怎么办。 柳妍成名后在回忆此事,依然觉得有心理阴影,那种挫败感和恐惧感,对他造成了极大的伤害。 陈凯歌确实有点看人下菜叠了,假如采访的主持人不是当年的小透明柳妍,而是有分量的知名主持人,陈凯歌应该不会暴怒吧。 再说张紫怡,在被张颂文挤掉C位以后,他只是对陈凯歌的粗鲁动作感到不满。 在面对张颂文的时候,他面带微笑还夸了一下张颂文的凶真,颇有几分讨好的意思。 张紫怡知道,张颂文混了,知名度与观众员都上来了,若是能与他合作,说不定张紫怡也能再拿个奖什么的。 张紫怡早已拿了影后大满贯,能在勾心斗角的娱乐圈里,分得一杯羹,并且让自己立于不败之地,真的不简单。 1998年,《大二》的张紫怡就被张立谋导演赏识,出演了电影《我的父亲母亲》,打响了知名度。 2000年,张艺谋导演凭借这部电影得了奖,张紫怡穿着度都跟着张艺谋上台,年纪轻轻就知道为自己增加曝光率。 同年,张紫怡被成龙邀请拍摄电影《尖锋时刻2》,成龙过生日,张紫怡大方现吻,为大哥吃葡萄并且用手接住葡萄籽,用嘴巴接住成龙的酒,终于敲开了步入好莱坞的大门。 就连周润发和美艳坞都公开内涵她,想进好莱坞,会接提子就行了。 张紫怡的情史也格外精彩,她在35岁之前,都在为嫁入豪门努力着。 年轻时与霍启山谈了一场高调的恋爱,后来因霍家不同意而分手,张紫怡又和外籍富豪男友谈恋爱,这位富豪男友大胎14岁,身价400亿,离婚带一个孩子。 张紫怡是不介意当后妈的,对男友的孩子视如己出,表现得非常有亲和意。 连近婚期,两人却分手了,传言很多,有说是张紫怡不同意签婚前协议分手的,真假男点。 豪门梦碎的张紫怡回内地发展,转变了口味,又开始爱才子了。 张紫怡和萨贝宁也谈过,张紫怡父母极力反对,觉得他们们不当户不对。 也许是缘分使然,张紫怡父母去赌场玩时,因为输了很多钱而烦恼,汪峰出手相助,和张紫怡父母接人。 张紫怡和汪峰认识以后,两人慢慢交往,交往时张紫怡父母也反对,张紫怡决定不听父母的话,与汪峰搬出来住。 没想到张紫怡父母也有如此叛逆的一面,张紫怡和汪峰是一场海后与海王的较量,谁也不嫌弃谁。 在娱乐圈的名利场,张紫怡玩得有刃有余,走到哪里都是焦点,没想到有一天被推开,被他曾经无视的男演员抢了风头。 时间退回到前几年,她还是那个跋扈的女王,敢在节目中扔留夜的鞋子,敢直接讽刺小花蛋无演技。 但今时不同往日,观众不管你是影后也好,大导演也罢,观众只认演技好人品家的好演员。 黄博曾经说过,当你成功时,身边全是笑脸,身边的人全是好人。 张宋伦深有体会,默默无闻了二十年,终于后机爆发爆火了,他等这一天等了二十年。 那些曾经无视他的人,纷纷和他攀谈,大导演向他抛来橄榄枝,应后夸他一品好,每个人看他的眼里都有尊重与敬意,这就是人生百态。 如果你还在为被人忽视而苦恼,你只需要努力完善自我,让自己变得成功,那些欺负你看不起你的人,都会变得友善起来。 请记住,当你成功了,说什么都有道理,你若失败,再有道理都没用。 人们只会看结果,过程只能以自己承受,认清楚这个事实以后,接下来就要努力奋斗,加油吧。 你喜欢这个视频吗? 谢谢您一直关注并支持咕咕动漫频道,希望您能有一些放松和娱乐的时刻。 分享出去让更多人知道吧。 并且不要忘了留下一个喜欢,订阅我。 再见。